首先呢 我们先把 这个管路 禁焦的管路 关闭掉 关闭 让它不要禁焦 然后拿上工具 拧下面的喷嘴 把它拧出来 这里面 有喷嘴 喷嘴 这个套 如果这个套也不干净的话 也得清洁一下 也得放进去清洁一下 这个一般 要浸泡 几分钟 浸泡五分钟左右 然后呢 我们拿着毛刷 一般要 双手操作 因为我现在手拿的 手机 一般要双手操作的 要把这个刷干净 另外这个喷嘴呢 也要刷干净 喷嘴也要刷干净 喷嘴呢 就要用这个 通针 把这个洞通开 一般都是这个喷嘴堵了 这个针通开 针通开 都通干净了之后呢 我们 接着 也不要再 着急装上去 先试一下 把这个锹路打开 看它这里有没有堵 如果这里也堵了 也得清洁 如果这里没堵 那就不用清洁 这样 打开 它就会有胶水流下来 那就是没堵 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装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这里也堵了 那么 我们就得把这个管路 这部分 这部分的 给它拆卸下来 拆卸下来 也是相对简单 由于我这边的结构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就不进行拆卸了 因为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就按照那里的那个结构 它那里的话是 有 就用一个大的内六角扳手 好 我 好 好